先做鹹菜 鹹菜太薄的位置 我們今天做這個菜 我們要厚一點的菜 切了一條 一些柚條 或者你們可以叫做粗絲 全部切好 這樣我們會用到這個鹹菜 鹹菜要處理一下 因為鹹菜是鹹的 我這隻是汕頭鹹菜 我們需要先把鹹味走 至於怎樣走 我會教大家怎樣走鹹味 我需要把碗放少許鹽 少許鹽就可以了 用暖水 開均勻 變成一些稀釋了的淡鹽水 然後把鹹菜放進去浸 有些朋友說 阿餅有沒有搞錯 鹹菜這麼鹹 你還要用鹽水浸 對 你要用這些鹽水 進去 幫它帶出鹹菜味 那些鹹味出來 我們把鹹菜放進去 再加多一點點 這樣才可以把鹹菜的鹹味帶出來 減鹹了之後 我們要把鹹菜放進去 因為我們潮州人 我們比較喜歡這種 汕頭的鹹酸菜 但是它不同於泰國的 泰國的鹹菜會帶點酸味 但是這些鹹菜比較爽脆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就用這些 浸淡了之後 待會放少許白醋和糖 幫它入味 讓它有酸甜的感覺 今天我們來做什麼呢 這個味菜 我其實做一個味菜牛柳絲 我們可以浸泡 大概浸十多分鐘 讓鹹味走出來 然後沖乾淨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看看今天的味菜牛柳絲 還有什麼配料 在浸泡鹹菜的時候 我們就順便添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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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 紫洋蔥的新辣味 沒有那麼厲害 還有一些蒜頭 蒜頭我用來切絲 配合回去整個都是絲 紅椒絲 當然了 不少一些牛柳 牛柳也切了條之後 我用一些 經常常跟你說的 鹽糖水 燒酒 我們就拌勻了 最後呢 我們下一點生油 方便待會炒的時候 它容易散開 就是這麼多東西的 不用什麼 其他東西我都不下 最簡單的方法 但是今天的牛柳絲 除了剛才說 鹽糖 燒酒水 生粉之外 我又放了一些 黑椒碎 等它待會炒的時候 會惹味一點 好 我又要製一製 鹹菜 先 那些鹹菜 浸完 浸了十幾分鐘 接著我們炸乾水 我要下白鑊 那裡 先烘一下 先烘一下 先烘乾水分 讓它濃縮 然後 我們入味 為什麼會做這個步驟呢 那些鹹菜呢 就是這樣 做完上來 就會爽脆一點 也都 鹹菜味 會濃一點 也都 令到裡面 那些鹹味 更加走出來 那你熱 這個 應該更加容易 吸回醋 和糖的味道 好 好 那就先炒 炒乾身 先把鹹菜炒香了 然後 我預備一些 糖 我再放 兩茶匙糖 再放些白醋 再放些白醋 放些白醋 不需要太多 大概一湯匙白醋 大概一湯匙白醋 就好了 等到那個 等到那個鹹菜 有一個酸酸甜甜的味道 在這裡 好 因為現在你要趁熱 趁熱它 才容易吸收 那就炒吧 加上這個糖 先溶掉它 先把鹹菜 放進去 放進去 和鹹菜 又用完這個 鑊鏟 不要吵人 好 拌均勻 讓它趁熱可以吸收到白醋和糖的味道 待會這個會變成 除了鹹也酸酸甜甜的 統潮之間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新鹹菜是以鹹為主 酸甜就比較少 我們炒牛柳絲 待會就很鑊味 還有七山大鹹菜的特色 我們用了大介菜 一個球狀的 菜味比較濃 跟泰國的長身的不同 看看鑊底 我們炒完鹹菜 很多白色的鹽份 就會走出來黏著 這樣就炒了 我也說過很多次 煮牛肉這些菜式 煮鑊一定要燒到熱 比較熱一點 放進去 這樣炒出來的牛肉 才不會老 我們怎樣炒呢 燒熱的牛肉 很快 放些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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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炒掉 不斷 慢慢放些 煮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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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一個 類似乾炒的方式 煮鑊 煮鑊 因為醃牛肉已經有味 味菜也有味 剛才都和你說過怎樣計 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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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煮了 芹菜 鹹酸味 牛肉 現在是黑椒 有少許一味 牛肉 有少許暑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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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少許大法 有少許牛肉 彈向鹽 destacschin 其實正式介面 привет foolish 放入冰箱,少许肉打冰箱 放入冰箱 把羊羊放入海 放入蒜 再炒均匀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今天不需要煮什麼味道, 放生抽在鍋裡放 放生抽, 提醒鮮味 已經可以了 鹹菜放進去 放一點生粉水 放一點生粉水 少許生粉, 少許肥 放一點生粉水 已經大工做成了 放一點生粉水 因為鹹菜都不適合 炒久了 炒久了, 沒了放脆的感覺 放一點紅椒 放一點紅椒 放一點色彩 放一點色彩 放一點味菜牛柳絲 放一點點 放一點點 完成了, 沒想到複雜有什麼糖醋汁 放一點點 已經有一個很好吃的味菜牛柳絲 好, 起點 一道移飯移足的味菜和柳絲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菜 一言二話那麼多是要粉兩碟 希望大家喜歡 一個真的好東西的味道 送酒也可以,送飯也可以,送食物也可以 甚至半麵也可以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大家收看星期的教室